林佑嘉宣布他的世界循環演唱会 12月中会在台北小巨蛋连开三场 Yoga特别邀请师兄动力火车到既朝现场站台 其实Yoga这个小巡早在2018年在台北起跑 到20年1月在无石开完show之后就暂时休止 直到今年2月才重体 如今相隔5年再将同一个小巡 搬上小巨蛋舞台Yoga都有点感触 我觉得还是期待 很期待 然后尽相情趣的心情也真的是蛮多的 因为其实真的是非常幸运 这个演出这个走到很多的地方去 一开始在小巨蛋的时候 对这个演出很没有信心 不敢邀请任何的朋友来看 就没有想到甚至演唱会还得了奖 然后很谢谢团队大家那么的有才华 然后现在又要再回到小巨蛋 又是离自己生活最近的一个城市来开演唱会 所以这次其实我也是邀请了很多的朋友们来看 然后过去三四年当中自己有很多的挑战跟学习 所以也希望可以借由自己的作品 不管是音乐还是演唱会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对我生命当中觉得非常有正面的一些想法 重看小巡后Yoga曾经安排子女欣赏澳门站的演出 这次在家乡开演唱会 不知道他会不会都给子女亲身去捧爸爸场呢 因为我现在小孩很小 所以上一次他们在看的时候是在澳门的时候看 可是他们因为他们很早就要睡觉 所以他们只能看到一半就要回去睡觉 然后但是这一次他们有机会可以看完一个整场 因为我们星期天的场次会是比较早演出的 或是大概六点六点就开始演了 所以我的孩子们就有机会看到 因为孩子们其实也蛮喜欢听就是很快乐 然后可以跳舞的歌 那样的桥段其实在我的演唱会是很靠后的 所以他们都没有看过那个部分 对